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沈潮老师 在屏幕上有我的微博 还有兄弟连的官方论文 欢迎大家通过这样的方式 跟我们进行交流和沟通 本节课我们开始讲 第十讲 试尔基础 那试尔基础当中 我们总共会介绍这样一些内容 这节课呢 我们先来介绍试尔概述 试尔是一个很陌生的这样一个概念 或者说这样一个教法 那我们今天就要看看什么是试尔 那如果说试尔的话 我们说它一个准确的经历 它就是一个命令的解释器 也就是说 它会为用户提供一个 向内核发送请求的这样一个界面 那其实我们说啊 我们通过这个图来看一下 这几层是境界 我们是通过内核来管理这个境界 但是呢 我们在外层应用程序 或者是我们仍然敲入的命令 内核是不能识别的 因为我们输入的命令都是啥 都是用ABCD这样写的 阿斯克马字符 但是我们都知道 计算机能够识别的是一个01001机器语 那它们之间就需要有转换 需要有把命令转换成为机器语言 同时呢 把返回的结果 还要从机器语言翻译成为命令 那谁来干这个事情呢 试尔 所以我们把试尔称作命令解释器 它最主要的工作就是 把我们的敲入的命令 ABCD的命令 翻译成为内核可以识别的01001机器语言 然后这个内核才可以按照我们的要求 去调用硬件来完成我们操作 当这个操作完成之后呢 硬件会把执行结果返回给内核 那内核也需要通过试尔 把机器语言翻译成为我们可以 能够看懂ABCD 然后最后才交还给我们 那这就是试尔 试尔是什么 命令解释器 其实说白了试尔是什么 就是我们这个交互界面 我们现在操作的这个界面 其实就是我们的意思的事 没有事 我就根本没有地方去打我这些命令 而且打入了命令 系统也不会使 那换个问法 Windows有事吗 其实我们很多同学就会想 这东西好像没听说过呀 Windows我们用了很久啊 那我们说 Windows为什么点击开始 会弹开这样一个开始菜单呢 其实就是在Windows 在这里检测这个图像区域之内 侦测到了鼠标单击左键的工作 就会调用这个程序 其实Windows这个东西 或者说我们的Windows图形界面 就是Windows的事 只是Windows当中不这么叫 Windows当中我们就叫做图形交互界面 那也就是说 事二是什么 就是我们和计算机 我们和内核之间进行交互的界列 它的最主要的功能就是 让我有一个地方可以输命令 然后把我的命令翻译成为计算机 内核可以识别的机器语言 然后呢 把界责命令传递给印件 印件来执行 当内核执行完成之后 把它反翻译成为用户可以识别的 ABCD 让用户才能看懂 这就是share 那换句话说 我们就说 share就是我们执行命令 或者Windows当中 执行这种操作的这样一个界面 或者桌面 那share除了是一个这个操作的接受界面之外 它还有另外一个功能 在临时当中 它是一个强大的编程语言 在我们的临时当中啊 可以写一些非常简单方便的share语言 那也就是说 share除了可以作为接收用户的这样一个界面 还可以干嘛 允许用户在share当中编程 share语言啊 首先它是解释执行的脚步语言 share语言和P3是一样的 是解释执行 也就是说 它不需要先单独进行编译 而是命令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它自动来进行编译 那也就是说 我们会出现所见即所得 我写完的脚本 一回撤 它就会帮我看到它的结果 所以它是一个较为简单的语言 还有share之所以可以非常方便的帮助用户来进行系统管理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可以直接调用Linux当中的所有内容 哎 我们说 你要是想用P3P来实现Linux管理 那可不方便 如果它没有这样的函数 那我们所有的工作都得用P3脚本先来实现 比如说LS一遍 我们如果是用share来写 写一个脚本 把一个目录下的文件写出来 那直接调用LS明律就可以 但是如果是用其他的一遍 比如说P3P 那我可能学个吧 先把目录编译一点 把里面的所有文件都导到数组里 然后再把数组重新打印 才可以看到实现LS的结果 所以啊 share更加异于我们用户进行企务 好了 说白了 上下两个功能 第一功能明律解释器 让用户有个操作的经验 第二功能呢 它可以支持强大的这张编程语言的经验 允许用户编程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share 这就是说的share 那么我们share有哪一些呢 最早的时候 我们只有一种share 叫做Banashare 或者是Banashare 那这个share呢 是在1979年起 UNIX就开始使用 这是我们最古老的share 也是我们的最主流的share 那现在呢 这个Banashare 在我们的limits当中 识别为sh 那也就是说 这个sh指的就是Bshare 这一种share 那除了Bshare之外呢 我们还有其他的share 另外一种就是Cshare Cshare和Bshare是有区分的 它主要是用在BSD这个UNIX系列当中 它的语法结构和C语言非常类似 所以其这个德的名字叫做Cshare 大家注意 Bshare和Cshare 是两种语法结构完全不相同的share 那Bshare家族当中 主要有这样一些share 而Cshare当中 主要是Cshare和TCshare 小心 我们Linux的标准share Bshare 其实是Bshare家族当中的语言 也就是说 它的语法结构和Bshare非常类似 而且和Bshare完全兼容 完全兼容 那我们说 Bshare 也就是Bashare 可能更加主流 而且我们的Linux 也是BSH 所以我们现在说的事 对Linux来讲 我们说的事 主要指的就是Bash这个事 Bash Bash这个事 那好了 Bash和SH 也就Bsh 这是Bash 这是Bsh 兼容 我们目前Linux使用的事 主流share就是我们的Bash这个事 那我们后面学习的 不管是share的基本功能 share的变量使用 加点传出运算 基本的语法 函数等等等等 我们指的都是Bash这个事 我们学习的是Linux标准事 那学的是它 好了 那我们Linux当中到底支持哪些事呢 在Linux当中有这样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叫做ETC Linux的share的share的share 我们打开它看看 V2 以及C下的share Linux当中默认支持这些事 比如说 其实Cash 7Cash 和SH 也就B 邦大事 我们的Linux 我们的Linux默认都是支持的 当然我们主流share是Bash 那既然说是支持 那他们之间是不是就可以切换呀 当然可以 只要后面写share名 看 其实无多变 这就是我们用的是Bash 大家可能会 以后会注意 我们以后讲的什么单用户 系统修复模式 启动的share其实就是sh 这个share 那退出来呢 BSit就会退回到我们Bash当中 当然我说了 它也支持Cashare 只要打Cashare 但是Cashare的提示符 跟我们是一样的 完全一样 所以看起来好像没有区别 但是Cashare的语法呢 跟我们这个Bash呢 有很多的区别 所以啊 我们现在学的还是Bash系列的Bash 好 知道了Linux当中 可以通过这个文件 查询系统当中 有哪些事 可是啊 小心 还有这个文件 不知道大家见过吗 其实如果你还有印象 我们可能还记得 有这样一个文件 BGC PASSO 用户信息文件 我们讲用户管理的时候 都见过这个文件 当时我们说 最后一列 是这个用户登录之后的呈现 当然当时我们 其实也大概解释了一下 Sher 那我们就说了 能够登录的用户 使用的Sher 是Linux的标准 这样 那只要是 他的意思是说 这个用户登录完成之后 可以完成它全线之内的 所有工作 如果你是管理员 就能执行管理员工作 如果你是普通用户 哎呀 我这里还没有添加普通用户 如果你是普通用户 如果我写的Sher 也是Linux标准 这样 那么普通用户就可以执行 他的全线范围 准在你所有用户 这就是第七列 这个Sher的作用 但是你如果仔细看 我们所有的伪用户 也就是系统用户 他的Sher 其实是 S 并下的 no login 当然有一些特殊的命令 这些命令 他不是 这些命令 他不是用来 干嘛登录了 他干脆是什么 只能执行这条命令 这个用户 他如果写的是具体的系统命令 那代表 他只能执行这条命令 比如说Sher的 就只能 这个用户 就是只是用来执行 Sher的命令 但是绝大多数 不是用来执行命令的 这种用户呢 他就写的是 S 并下的 no login 也就是我们刚刚 在这个文件里 看到的这个啥 代表这个用户 不允许能读 当然 这里Sher的当 这样的用户 他也是不允许能读 他只是用来干嘛 要用这一个命令 好了 这就是我们Linux当中 支持的Sher 好 本节课我们学习一下Sher是什么 Sher是什么 Sher是命令解释器 同时Sher给用户提供的一个 可以敲命令 可以敲这个程序的这样一个操作的界面 这就是Sher的功能 那我们主要是两大主流Sher 一个是BanaSher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CSher 那Linux现在使用的Sher是BashBashSher BashSher是BanaSher当中 系列当中的一个Sher 所以他和BanaSher 或者就是我们所说的Sher这个Sher呢 更加接近 语法结构更加相似 他们之间是兼容的 他们之间是兼容的 那Linux可以支持的Sher呢 可以通过U7C下的SherS这个文件来查询 不同的Sher之间 只要Linux是支持的 他们就可以通过打Sher的这个标识名字 就可以进行互相切换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这节课就到这样 我们下节课再见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Linux的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西村Linux微信公论账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